真正有福气的女人,都拥有这几种能力,有一种也要恭喜了。 有段话说,人生就像一家公司,要想经营好这家公司,就要建立自己的核心优势。 说实话,对于一个女人而言也是如此,真正聪明的女人,哪怕出身平凡,也能善于转化能力,在自我的道路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传奇。 对于她们来说,早就洞悉了事物发展真相,也明白了人生前行的真理,让自己活得更透彻更清醒,从来不会等待与依赖,而是自己成全自己。 这样的女人往往会自带幸福,因为她们的身上会有这几种能力,让自己在人生路上越活越精彩。 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欣赏自己的能力,才会被人赏识。 华平女子中学的誓词中写道,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,我欲于群峰之巅,俯视平庸的沟壑。 人生苦短,想要让自己拥有幸福,必须要懂得欣赏自己,相信自己的人生会多姿多彩,才能越过越好,也才会被人赏识。 如果你连自己都看不起,那么也不会有人瞧得上你,唐公夜宴中的一文宴,平日里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跳舞,但是每一次都会不尽如人意,并不是她不够努力与勤奋,而是一直。 对自己没有信心,在每次跳舞的时候,她不敢站在最显眼的位置,而是选择了甘当配角,站在别人的影子里,时间越久。 她越将自己的定位当成是替补,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当上主角。 有一次,当她看到天才少女沈家仪的舞蹈后,更加确信自己根本当不了主角,觉得自己没有实力。 其实,只是她太自卑,从来没有自信而已。 当剧院的副院长开始鼓励她之后,她尝试着一点点去改变,想象着如何跳出自己风格的舞蹈。 终于,她依靠自己的跳舞的风格,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。 日本作家东野归吾说,闭上眼睛,好好回想之前的努力,自信就会喷涌而出。 人生路上,女人一定要懂得欣赏自己,因为你是独一无二,你是与众不同。 只有当你拥有自信时,自己的人生才会大放一彩,真正地欣赏自己,就是全面接受最真实的自己,不断去磨练自我,让自己一步一个台阶的提升,去活成最好的样子,才会赢得全世界的爱,身上有韧性的能力,才会百折不挠。 我之前在文章中写过一句话,活在当下,唯有内心强大。 人生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,而是裹挟着各种各样的挫折与困难,想要让自己拥有幸福,必须具备一颗强大的心,要让自己身上具备有韧性的能力,才会百折不挠,勇往直前。 电视剧《我们这十年》中王宝源是一个普通的舞蹈演员,因为自身条件一般,从来不被身边人看好,但是,他却从来没有轻言放弃,当别人休息的时候,自己一直还在刻苦练习舞蹈,终于一个机会到来了。 但是还是因为自身的技巧不够,导致没能入选,换做其他人,肯定早就演其息鼓了。 但是王宝源是一个有韧性的人,他没有就此止步不前,而是继续苦练舞蹈,最终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次机会。 让自己真正登台演出,获得了掌声与成就,看过一段话,滴水穿石,不是因其力量,而是因其坚韧不拔,切而不舍。 一个女人活得灿烂与精彩,往往缺少不了有韧性的能力,让自己不会因为一些挫折与困难,而自暴自弃,更不会就此止步,而是继续扬起头向前走,通过困难与挫折的磨练,让自己变得更加勇敢与坚韧,才能更有能力拥有自己想要的幸福。 在这个世界上,如果没人度你,那就做自己的百度人,成为自己心中的骄傲,拥有赚钱的能力,才会越活越有底气。 我记得一部电视剧中有句话,一份工作对于女人来说,不仅是一份收入,更是你价值和尊严的体现。 人生路上,感情未必是女人的全部,婚姻也不应该成为自己的束缚,让自己具备赚钱的能力,才会越活越有底气,让自己能赚钱,不意味着自己世俗与世快,而是代表着自己有能力照顾好自己,也能有余力守护好自己爱的人。 更重要的是,活在当下,当你能够拥有赚钱的能力时,往往也意味着,不会去轻易依赖他人,让自己更能活得幸福与快乐。 结婚十年中,怀青重闲结婚,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像她想象那样美好,反而迎来的是郁闷与压抑,丈夫平日里除了读书之外,从来不会过问家事,怀青原本还有份工作,但是因为婆婆家境殷实,就辞掉了工作。 之后丈夫调到了上海工作,自己也一同前往,因为这里生活水平很高,婆家给的钱也开始不够用。 怀青想着写东西,向杂志社投稿赚钱,但是却遭到了丈夫的反对,只能作罢,因为没钱生活,她只能当掉首饰去买柴米油盐,两个人也经常因为经济问题而争吵,最后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,一个女人不管与谁在一起,都不能丢掉了自己的后路,就像怀青一样,最后脱离婚业。 之后,重新又捡起了写作的能力,依靠手中的一支笔,养活着三个孩子长大成人,虽然辛苦,但是却活得有底气。 当你在人生路上能够具备赚钱的能力时,其实就是让自己具备了抵抗风雨的能力,更能实现自我的价值,拥有生命中最曼妙的风景。 当自己真正能够具备以上三种能力时,不管你在人生哪个阶段,都可以拥有真正的幸福,让自己活得更精彩,笑得更开心。 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自我认知,洞悉内心,自在生活。 有些女人,她们深知自己的长处和短处,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渴望,她们不会盲目追求外界的认可,也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牺牲自我。 她们懂得真正的幸福,源于内心的平和与满足,杨将先生曾说,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,到最后才发现,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 有福气的女人,她们的内心如同明镜,能够清晰地映照出自己的真实面貌,她们不会被外界的纷扰所迷惑,也不会被虚荣的泡沫所蒙蔽。 她们深知,真正的幸福不是别人的赞美或贬低,而是内心的宁静与喜悦。 这种对自我的深刻认知,让她们能够在生活中自在前行,她们懂得如何与自己相处,如何在内心找到平衡和安宁,无论是面对顺境还是逆境, 她们都能保持淡定从容,以平和的心态去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,拥有自我认知的超能力,让这些女人成为了生活的主人,活出了真实而精彩的人生。 情绪管理,风轻云淡,笑对人生,情绪是生活的调味剂,也是情感的情语表,真正有福气的女人。 她们拥有情绪管理的超能力,她们懂得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,让心灵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状态, 她们不会因为一时的得失而大喜大悲,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言行而轻易动怒她们的心态。 就像那山间的清风,吹过之处,留下的是一片宁静与祥和,奥黛丽,贺本曾说,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。 这种优雅,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的一态上,更体现在内心的情绪管理上,有福气的女人。 她们的情绪管理,就像一种艺术,她们能够用平和的心态,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 她们的笑容,如同春天的阳光,温暖而明媚,能够驱散心中的阴霾,让周围的人也感受到那份宁静与喜悦。 她们懂得将心境调整到最佳状态,用平和的心态,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,从而保持内心的清澈与坚强。 这种情绪管理的艺术,让她们成为生活中的明星,照亮着身边的每一个角落,让生命充满了希望和光芒。 爱人与被爱,情深似海,温暖如初,爱是人生最美的旋律,也是情感最深的羁绊。 真正有福气的女人,她们拥有爱人与被爱的超能力,她们懂得如何去爱,也懂得如何接受爱。 她们的爱情,不是轰轰烈烈的激情燃烧,而是细水长流的温情默默。 她们能够用一颗柔软的心,去包容对方的缺点和不足,也能够用一份坚定的信念,去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。 张爱玲曾说,爱情本来并不复杂,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,不是我爱你,我恨你,便是算了吧,你好吗? 对不起,有福气的女人,她们的爱情,就像那杯淡淡的茶,虽然平淡,却回味无穷。 她们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,找到那份属于彼此的温暖与幸福。 她们的爱情,不需要华丽的誓言和昂贵的礼物来装点,只需要那份真挚的情感和相互的陪伴, 就足以让她们感到满足和幸福在每一个细微的时刻里。 她们都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关爱和呵护。 这种简单而真实的爱情,才是她们心灵深处最温暖的港湾。 麻烦